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巴黎大火 这对头算才半个月 4月15号 三天前在英文的推文上 挺火爆 是推特上还是Facebook上 一个女孩大概八九岁 英国人 她手里有三块七毛几 三块五毛几 她给捐了 捐给了巴黎圣母院 因为巴黎圣母院烧了嘛 所以巴这个法国总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 号召募捐 共同修缮这种文化的 是一种在他们角度是文化的遗产 是一种结晶了 那女孩把三块多钱欧元 我不知道英国人怎么捐的是欧元 反正三块多钱欧元 也捐了 在西方社会中 社交媒体中反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言而喻了 那另外呢 已经有文章探讨 一个星期前就有文章探讨 说这个巴黎圣母院募捐的钱 是不是太多了 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他募捐的钱是不是太多了 因为他真正烧毁的是顶子 就是顶子 跟他那个监塔 那其他的部分 他的主体根本就没有 但是他主体的问题就是 那些石头本身 他是在当地 巴黎圣母园就是他坐地 本地采的石头 那些东西比较 那些石头比较软 在大火的背景之下 有可能已经石头内部会受到伤害 他的道理就是 你用砖 你用砖堆起一个小小小小 怎么说呢 小篝火的东西 你烧起来 你看那个砖 对吧 鹅卵石没有事情 鹅卵石可能会能够经受得住 但是很多砖批 可能就会烧碎了 道理是一样 他没有直接烧它 但是在大火烤的背景之下 会有这种情况 那所以在测算 到底有多少钱够用 结果捐的太多了 捐的太多了 有人已经评论说 是不是捐的钱太多了 我个人觉得 是很嘲讽的问题 很嘲讽 很滑稽的问题 他代表着 在现实环境中 代表着人的内心中 尚存的某种 魂魄的东西 他被摧毁 在巴黎圣母院 被烧毁的那个过程 是在唤醒着人内在 你只能叫精神层面 其实在唤醒着人内在的某种东西 我觉得讲精神层面 都已经不好说了 因为现实中 很多人把精神这词给毁 就很利益化 很欲望化 很利益欲望化 他真正的概念 就是人本来的某些东西 被触及到 人们会思考 在一个利益的 完全利益的社会中 人们愿意拿出钱来 这东西没有什么回报 他只不过 是他一种生命的感触 钱是第一的 今天的人 钱是第一的 但他愿意拿出钱来 说明每个具体的人 在他内心中 有着一份期望 我只能觉得有份期望 有份期待 某种道德的东西还存在 就是他能够接受 在人的无形中的层面 有着生命的另外一部分 那生命的另外一部分 他对他的感悟 足以能够超越他今天 最钱财的爱恋 我希望描绘的比较准确一点 这是今天的 你要让我说 这场大火的生命中的 从表现出生命中的 另外一个层面 神的部分都没烧毁 但人们是否能够意识到 这是一份神迹 神迹的显现 今天人们已经堕落成 是一种偶然 他没有能力去认识 这是神迹 可是当他把钱 捐出去的时候 他在唤醒着人们 每一个具体者 在唤醒着人们 他在对生命的理解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5G政策 事关国家安全和价值观 国务院官员说 所以这个价值观是关键的 价值观的不同 自然会给 对国家认识的不同 对不对 就说 咱说的 人坏了 全都完了 5G不仅关系到通讯网络发展 更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价值观 美国的立场认为 将华为等供应商 置入5G通讯网络的任何位置 都是有危险 很显然 这是美国国务院 针对英国出的事情 就是英国政府 英国首相 在排除众议 五个内阁大臣都反对他 他非要接受5G 接受华为的5G 说 而且说 第一 接受华为的5G 我们不给他中间的东西 核心的东西 我只给他卖天线 你们家有病 这个东西 不可能这么做 一个做汽车的 他们家是做汽车的 说这汽车 你自个儿一拨这汽车 就能死人的 没关系 我只要他们家一个灯 但我还是要他们家灯 你有病 车都不要 你非得要这个灯 继其讨论说 非得我要他们家灯 那不是就是有病吗 对吧 这里头有鬼 如果没鬼的话 我相信 他不会这么说的 因为那是个没用的东西 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 经济及商务事务局 负责网络的美国助理国务卿 罗伯特 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 网络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网络政策不仅关乎到国家安全 网络通信 人权 经济繁荣 其中确保信息技术的安全 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 所以这是他 那个就像我们说 当你 说这家铁轨 你给他人干了 给人家做了 然后说呢 我上头跑的车 我绝不给人家 绝不给他 结果铁轨呢 有半刀刹的 有数个 十个浪 趴铁轨 那放个十个浪的 就说这意思 那都给人家了 你上头车在漂亮 人家弄个十个浪 往那一顶 不把你车给掀翻了 说不成 我就得给他这买卖 为什么 所以这里头一定有某种东西 有利益 美国敦促世界各个正在扩展或更新 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国家 采取安全的 基于风险的安全肩架结构 一定要 仔细评估相关的供应链和设备供应商 那在美国社会中讨论的是人的权利的价值 跟中共的生命价值观的根本冲突 中共说自己是高级动物不是人 因为它是高级动物 所以它就是丛林法则的 当时丛林法则的就是不择手段 这个不择手段的概念就是高级动物 丛林法则是因为当定性高级动物的时候就没有道德的远处 他嘴中道德的一切都是欺骗的手段 因为他的生命认知就这样 而丛林法则只有一个主 只有一个成功者 所以今天是习近平 当他成功的时候 借助的是什么 借助的共产党的生命理论 人不是人 是高级动物 借助共产党的生命理论 借助竞争的手段 进化论的这种生命的演变 他把自己定位于生命的演变过程中 他是最高级的 所以你们都是孙子都不是 只能听他的思想 你看到的习近平自己 他是一个自身认识生命认识的转变过程 他的蜕变过程 当他抱住中共之后 就像我跟大家讲 去年在修改宪法之前 他干什么什么成 他干什么什么成 在修改宪法之后一年来 干什么什么死 而他的存在却作为背景 就像我们电视做节目大背景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让观众让每一个人能看到 事情本来的生命善恶的根本 看到共产党的邪恶 我们想要讨论以网络不被侵入的方式 分享信息的重要性 而这可以导致独裁政权获取数据 并且潜在的使民众在享有言论和平集会的自由 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本身上受到伤害 我个人觉得这个人讲的 应该是很到位 毫无疑问 我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对一个政权有能力强迫通讯商提供相关数据 并提供给有着这样一个历史追踪记录的中共政权 感到深刻担忧 过去几年 关于华为中兴涉及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的指控 实际上目前有着针对华为对替 Mobile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 所有这些记录 能够拿到的指控记录 都是表现出一个盗窃知识产权的员工 可以获得华为的奖金 不仅仅是知识产权 是该国有能力 根据他们国家的情报法 迫使任何公司为中共利益服务 他们未来可能会被要求做那些 他们当前还没有被要求做的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关键就是 你只要使用了华为的5G 你将威胁到你自己人的生命的价值观 他包括你的自由 包括你的公平 包括你的道德 包括你对自己人的基本定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